因为首先我也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一些关心 对那当然我也有一些东西我想要去让大家知道的 比如说他们有说在杂志被拍到的一个女生 其实是我的嫂子不是丽颖 对那他们就说是丽颖 可是不是我的 他们说那个是丽颖 可是我不承认是丽颖 那这个的确是错了 那个真的是我的大嫂 对所以我想要在这边跟大家说一下 还有就是我们小朋友因为是天平座 那他们有说我们为了要剖腹 为了要跟我们一样同一天生日 然后这个医生怎么说 我医生就建议我们是那几天生的 所以我们就选了我们他的生日那一天 然后医生也很高兴可以在那个时间跟我们接生 对我们并没有真的 我们怎么可能会为了小朋友的安全 然后为了要提早生还是什么的 其实我们第二胎我们要生的时候 他流产的那一次 其实那小朋友生出来是12月的 也不是天平座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可能 这么刚好我们第二个儿子 他也是在10月 对所以这个东西想要 我想要去解释一下 我也不想要以后 我的小朋友看到会觉得 为什么爸爸妈妈是这样子的 我们不可能做出这种东西 对所以希望大家明白 这个因为我刚生完小孩 我还是我还是蛮能理解的 因为如果是抛妇产的话 其实只要时间在那个范围内 因为医生会给你一个时间范围 就这些日子生你生孩子 就抛妇都是安全的 结果刚好的话 这个孩子的这个 这个这个安全生出来的时间里头 有自己的生日 那为什么不选呢 是这种感觉对不对 而不是说为了迁就自己的生日 而硬要在这个时间抛妇 对对我这个这个是不可能 这不可能的事情 对不对是 我相信现在大家都已经明白了